大家好 我是秦鵬 這兩天大事還是不斷 7月14號 川普簽署了《香港自治法案》 並先驅推出了三項制裁措施 前一天 歐盟宣布會針對《港版國安法》推出制裁行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中共在南中國海的領土擴張的主張大部分非法 這為軍事解決中共在附近海島上的非法建築 甚至消滅中共海軍 提出了法律依據 7月14號 英國決定禁止華為5G 並拆除之前安裝的華為設備 很多人說這是因為美國壓力 但是真的這麼簡單嗎? 從香港出逃的中國女科學家閻麗夢的事還在發酵 很多謎團帶解 比如 武漢病毒所到底有沒有人跑出來呢? 這個 我得了一個可靠消息 今天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談的第一個話題是川普簽署《香港問得法案》制裁開始 兩個小時之前 川普召開新聞發布會 宣布他剛剛簽署了《香港問得法案》 也就是《香港自治法案》 由於此前法案在國會兩院都是全票通過的 所以如果川普不簽署會自動生效 而今天正好是抵十天 按法案要求 川普政府會採取金融等各種手段 制裁那些制定和執行香港港版國安法 剝奪香港人自由的中共官員 實體和銀行等等 他還簽署了一個行政令 一 視香港為中國大陸城市取消一切特匯待遇 二 禁止出口敏感高科技產品到香港 三 加征香港關稅 與中國大陸的產品徵收同樣的關稅 後面我預計還會有更多措施跟進 香港和中國的經濟政治都將發生一系列巨變 前幾天外界分析 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是做了精心算計的 它在狂賭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因為在香港利益巨大 都不可能做過大的動作 比如 假如川普選擇金融核武器 強迫港幣和美元脫鉤 也會嚴重傷及美國 所以川普不會選擇 而其他方面在香港實施 則對中共政權的打擊力度小得多 應該說 中共的算盤打得不錯 但我覺得 中共唯一漏算的是 美國會繞過香港 選擇直接打擊中共 比如今天 川普花了大量時間狂批拜登 把他和奧巴馬在之前 扶植壯大中共 撈取家族利益的隊形 一一列舉出來 而前一天 7月13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 反對中共的南中國海擴張 認定荷蘭海崖東海法院 四年前的抬決有效 他表示 北京有關南中國海的擴張完全非法 世界不允許中國將南海當成自家的海上帝國 美國的這個行動 一時三遙 既羞辱了中共政權 又捍衛了國際法 也團結了東南亞各國 而且 這也為美國帶領盟國強裁中共在海島的違法建築 甚至一起來打擊中共海軍提供了法律依據 我想起彭斯喜歡用的一句中國古語 人算眼前 天看久遠 中共作為一個反人類的政權 現在弄得天怒人怨 它自以為聰明絕頂 但我們會越來越發現 它現在無論做什麼 都是在加劇自己的解體 天滅中共 曾經我們以為只是一句口號 我想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會有疑問了 我們再來聊一下 英國和華為的恩怨故事 拋棄一下背後的真正原因 當地時間7月14號 英國政府決定收回先前允許 華為有限參與其5G網絡建設的計劃 在年底前停止購買華為5G設備 並在7年之內全部剃除 英國現有網絡中的華為設備 華為英國公司的代表對此表示失望 敦促英國重新考慮這一決定 而中共當局還沒有做出反應 但當天早些時候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出了威脅 能否為在英中國企業提供開放 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使脫歐或英國市場走向的失禁石 也是中國在英投資是否安全的風向標 中方將密切關注 顯然中共當局打的主要還是經濟牌 因為他知道英國投資後貿易和投資機會將會減少 我預計中共外交部隨後還會繼續威脅英國政府 那麼英國政府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候放棄華為呢 有人簡單回答說是因為美國施壓 這是實話 但我認為這不是真相的全部 否則為什麼一月份的時候 英國決定讓華為參與的時候 川普很生氣給約翰遜打電話 也沒有能改變結果呢 現在的這種變化 我理解與中共自己的折騰有極大相關 以後對習近平的總加速師行為模式分析 我預計會成為國內外中國問題專家的一個重點內容 我認為呢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中共掩蓋和瘋狂甩鍋 控制國際組織為自己聞過是非 讓世界震驚 人們突然間發現魔鬼已經控制了世界 而病毒使英國確診自29萬 死亡近4.5萬 而且還攻入了唐寧街10號 首相約翰遜感染一度還進入了ICU携救 出來之後它對中共的認識就明顯的清晰了很多 比如7月2號 它聲稱華為是潛在敵對國的供應商 這是迄今為止英國對中共最嚴厲的稱呼 第二個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 中共強硬通過港版國安法 實際上徹底給了大英帝國一記響亮的耳光 而且中共還倒過來批評英國給香港300萬人海外護照 是違背了聯合聲明 英國如果這次認慫 今後在國際上怎麼混 所以我在兩個星期前的那期 強硬通過港版國安法 習近平想把地球管起來 視頻裡面就說過 英國肯定會跟隨美國制裁中共 現在看果然來了 今天的第三個話題呢 是我想揭開一個內幕 武漢病毒所到底有沒人逃出來呢 7月12號 英國《每日郵報》帶出爆炸性新聞 美國前白宮顧問辦農程 還有多名科學家從中國逃了出來 正在積極的和西方情報部門合作 她還說人們看到真相後會感到震驚 本來7月10號 香港逃出來的女科學家閻麗夢 做客福克斯新聞網 很多人以為 這就是很多人之前說的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 之前班農的消息呢 是誇大7詞或者是疑病之計 但是從《每日郵報》的報道來看 班農說的武漢病毒所逃出來的還有7人 不過這是真的嗎 我為此和美國的病毒專家蕭恩博士求證了一下 我上一期節目中介紹過 說她之前跟閻麗夢進行了多次溝通 對她在專業方面進行了驗證 詹恩博士確認 武漢病毒所外逃人員的事情是真的 是位男士 不過她不是研究人員 而是一位後期管理人員 她還帶了一些材料出來 目前這些材料已經遞交給了美國政府 我們再來最後看一下說 閻麗夢在線福克斯有什麼價值 7月13號晚上 閻麗夢接受福克斯見識台的採訪 她說目前正在與FBI和其他的美國政府部門合作 已經遞交了資料 她還在等待 我覺得她這樣做是正確的 資料的真維和有無價值 讓美國政府去鑑定好了 我們廣大網友其實主要還是旁觀 當好吃瓜群眾族裔 有一些朋友講 閻麗夢說的大家早就知道 沒有什麼價值 這一點我說過 她的證據價值很大 西方人講證據 事實和法律以上的判定有罪是不一樣的 舉個例子來說 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認為辛普森殺妻 但美國法庭認證時 因為證據采集瑕疵和參與警官對黑人的偏見 大陪審團判定辛普森無罪 而美國人呢也只能接受 因為維護程序正義 比一兩個案子的對錯更重要 當然當時大陪審團挑選 對被辛普森的律師進行了精心的這種選擇 帶有一定傾向性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我們這次就不講了 總之呢 作為病毒方面的專家和中國大陸一線 專家、醫生、溝通的當事人 顏麗夢出事的東西是可以上法庭作證的 我也提醒呢 我們中國國內的CDC的官員和衛教委的官員 或者呢 是知情的地方官員 如果呢 你了解這場疫情的真相 其實也可以出來作證 而且呢 顏麗夢到底有沒有新聞價值 其實中共最清楚 五月份的時候呢 班農對外聲稱是武漢病毒所的專家逃到了美國 隨後 中共就開始在互聯網上污衊顏麗夢 說他只是一個實驗室打醬油的 養倉鼠的這種普通的實驗員 有憂鬱症等等等等 而班農的講話中 從來沒有提過顏麗夢的名字 也沒有提香港大學 那麼中共 這是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呢 難怪網友們都喜歡叫中共 叫土共 就是笨本土的吊渣 也許是巧合 顏麗夢7月10號露面 警告美國人不要輕視這個病毒之後 川普夫婦戴口罩露面了 另外 我建議觀眾朋友們 這個事件呢 最有趣的觀察點之一呢 是互聯網上很多人的反應 顏麗夢的出現其實讓很多海外的大V原形毕露 比如加拿大一個可以進出中國的 叫某某邊的所謂的監控的反共的人 把呢 顏麗夢稱為王立強第二 認為就是一群小混混出來合夥騙人的 有個別的美國華人與他相互應和 一本正經的說之前福克斯新聞網上的視頻 是某流亡集團買通福克斯的人放上去的 當然帶我來看這就是個笑話了 真的把美國第一的大主流媒體當作收費新聞發布平台了 以為這是中國的官方媒體呢 何況上一個視頻裡面 福克斯新聞還多次說他們與FBI WHO和香港大學 中共大使館等進行了驗證 美國還沒有哪個小編 敢為了一點小錢 胡編爛道 公然放到福克斯新聞網上 並寫上獨家 對吧 好了 今天呢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 請喜歡的朋友們訂閱我的頻道 並點那個小鈴鐺 謝謝大家 請問好 開吩咖 開吳咖 開吳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